乌军坦克行进蜿蜒小路 花了好长一段时间 一行人终于抵达秘密基地 乌军不只要会躲 也学会从壕沟伺机突击俄军 强身大座乌克兰士兵们站在满是泥泞的战壕 找寻好的守备位置 只是这场突击行动被发现了 乌军光速撤退 用微弱器音说话CNN记者一路跟着乌军躲在豪沟直击巴赫姆特前线 战况依旧很胶着 但现在前线将要有心血报道 瞄准把心 练习开枪 在树林进行 实弹演练 士兵们还要练习 操作无人机 这批乌克兰新兵总共四万人被视为是反攻前锋 受训完成后就会投入乌冬战场 有信心夺回巴赫姆特 泽伦斯基一边对国际喊话 一边以实际行动出访乌克兰最坚定的盟国之一 波兰 才刚下车 波兰总统杜达立刻献上大拥抱 这一次泽伦斯基的访问行程是杜达亲自邀请的 泽伦斯基跟杜达讨论了安全 震惊议题 这些因战争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 大赞泽伦斯基是好领导人 这一次出访 波兰总统当然也送上礼物 送上八轮是装甲运兵车 另外波兰总统杜达在加码援助14架米格29战机 展现挺乌克兰的决心 不过除了波兰 美国也在送上价值26亿美元 超过新台币790亿元的军援大礼包 包括国家先进防空系统 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弹药 前苏联兵爆式火箭炮 驾桥系统和105辆油罐车等 要补足前线火力 尽管总统斯基高喊为自由而战 现在乌克兰高层透露和平出现曙光 如果乌军反攻有成 愿意跟俄罗斯讨论克里米亚的未来 这也是去年四月 乌克兰中断与俄方和谈后 再次递出橄榄枝 TVBS新闻综合报道